本期视频由大厂搞偶女孩真情实感制作播出 哈喽小可爱们 我是瓜妹小堂 偶练后时代第三期 我终于做出来了 前两期我们看了各大经纪公司如何造作大厂男孩们 这一期我们就来看偶练期间 没后台没公司 单打独斗的个人练习生们 在偶练结束后是如何发展的吧 先来看我们坤坤蔡徐坤 要说小蔡同学是图偶这个节目逆天改命第一人 没有人不服吧 从节目开播不久 就被爆出前公司压榨 打官司人生被巨额违约赔偿金 参赛期间没有公司撑腰 靠舞台魅力和思想性格的反差萌圈粉 特别是舞台表现 公认的优秀 坤坤 因为坤坤的舞台 舞台的表演变远力我实在是浮 我真的浮 就是浮到透透的那种地步 我特别喜欢他在舞台下的那种气质 那种唯我独尊的那种感觉 他一声贼帅 真的贼帅 一路靠自己硬实力和粉丝拼命打投 稳居西卫出道 如今作为9%队长 D&C位的蔡徐坤 跟着团队一起开巡演 接代言上了国民综艺快乐大本营 个人资源方面 登上了红秀和费加罗的双峰 养生堂和欧莱雅的代言推广 还去天天上上做客 哦 还上映了一部之前就拍好的中二网剧 创下了十亿的播放量 乍一眼看行程还挺密集 挺不错的对吧 但是呢 完美就要来掰扯掰扯了 好难缺席 代言缺席 再加上爱都是这样打垃圾 只顾着圈钱 巡演家场压榨孩子 9%的新歌在哪里 9%的团宗又在哪里 真让人小心 小蔡的热度和流量 大家有目共睹 可是贵公司的所作所为 对得起孩子的价值吗 这18个月的合同 过去快4个月了 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和成绩吗 IDOL世纪今天做人了吗 IDOL世纪不做人 坤坤依旧只能靠自己 目前看来 小蔡有了个人影视文化工作室 应该慢慢的也会有 自己的团队规划发展路线 他对音乐的执着 我们都看在眼里 跑去美国制作新歌 他深知作品是他最大的底气 注意力时代 一时人气依靠不住 实力才是顶级流量 该有的配置 他有实力也有野心 兄弟们你们都没电脑 他刚刚问我们准备好 做一个奇迹嘛 然后大家都不回答 我说我们也许 我们想起立下 你在欧恋已经创造过奇迹了 妈妈期待你未来 创造更大的奇迹 当蜗牛登上顶端的时候 他所看到的风景和雄鹰 是一模一样的 生命的起点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 但是生命的终点 我们自己可以做决定 8月2号要发行 三首新歌和MV了 我心中偶像 其实有很多 但我希望自己将来 也能成为别人心中的偶像 昆昆冲鸦 说完昆昆 接下来 娃妹要来说一说 大场VIP宿舍的 另一位个人练习生 周睿 说到周睿 感谢小伴舞台 一眼惊艳的造型 让娃妹 get到了瑞哥的眼 从此一发 不可收拾 出了大场之后的瑞哥 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杂志接拍 代言合作 各种采访 一个都没落下 瑞哥在采访中 也多次拘到了大场的兄弟们 特别是跟Justin 而且Justin特别黏人 特别黏我 Justin是那种 看到我一定要抱 就是 我隔他还有20秒 他就这样 好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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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我特别像他妈玩 你知道还有些事 决赛的时候 有啊 有单独跟Justin投票 最近Justin有邀约 因为我出了新歌之后 Justin就说 他说 你怎么不邀请我唱 邀请我来Feed 那我说那就下次了 她说那不好意思 还经过我的公司 那我说那算了 没有了 没有了 一切断了 娃妹真的很期待 瑞哥跟小贾音乐上的合作呀 哗 听见了吗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还有VIP宿舍 共享宰宰前证号弟弟 期待你们以后有合作呀 出了两首单曲 在你离开我后的每一分钟 在你离开我后的每一分钟 世界停止转动 和8号海岛 Just let me fly into the sky 所有问题我都坦白 天空无云的全走开 心情是缤纷色彩 去了上海时装周 参加了明星篮球联赛 还登上了CCTV的歌会 单打独斗的瑞哥 这四个月的行程有条不紊 该有的都有了 看得出来团队在用心规划 瑞哥的发展 没后台没大资源 没能火速爆红 但一直在稳步前进 比格币某些 只哭着圈钱交好艺人 或者不营业放养艺人的垃圾公司 好太多了 完美庆幸 明智的瑞哥早早就跟狗然解约 希望杰哥跟小花 也能早日脱离狗然天坑 我们瑞哥写歌拍戏 乐器综艺 能唱能跳 吃苦耐劳 再加上有靠谱的工作室 瑞哥前途可期 期待未来跟大厂其他男孩们 在更大的舞台相遇 三期视频做下来 高欧女孩娃妹有些话要讲 粉丝多情又薄情 当初陪她们起步的大厂高欧女孩们 半年了 你们还在坚持吗 有人说 现在粉丝过于急躁 迫切想收成 公司营业吧 就怪他们圈钱 不营业又怪公司无作为 这届粉丝真的很严格 但是 究竟是走心经营 还是黑心圈钱 粉丝心里其实都有balance的 互联网时代 流量红人容易打造 但优质偶像又有几个 偶像也是一个看起来光鲜 实则很辛苦的职业 想要长期保持知名度和新鲜感 不仅要靠人气 还要靠作品和自己的风格 优质偶像需要实力与人气兼具 但粉丝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如果公司不会经营自家艺人 没有好的规划 粉丝凭什么花钱 粉丝真正能为idol做的其实很少 吐槽公司只是想鞭策他们进步而已 自家idol在他们手里 谁又想真的与公司为敌呢 特别是这些没有大公司依靠 或者不被公司重视的小哥哥们 资源和曝光度都是大问题 偶恋这波热度彻底过去之后 他们又会怎么发展 图偶第一季的孩子们都才起步 还没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绩 紧接着第二季就快来了 中国的选秀每年层出不穷 但市场配置又跟不上人才出现的速度 签约的公司也让人一言难尽 资深选秀粉的娃美 看过太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而昙花一现的idol了 不是每一个都能像蔡徐坤一样 从头再来创造奇迹的 在资本时代 人相信越努力越幸运的这群小哥哥 花路很难走 希望他们的梦想能不被辜负吧 理性分析idol发展 真情实感 关心idol 好啦 今天娃美就BB到这里了 确认过眼神 都是为idol操碎心的人 点赞关注投币收藏 走一波呀姐妹们 想找娃美玩耍的小姐妹 欢迎关注娃美的个人微博哟 请不吝点赞关注娃美的个人